大家好,我是Ted,今天还带来的是种族荣耀队抗生产比赛 今天场比赛的话是由Happy对阵对面派出来的Shay 其实Shay这个选手的话,我们也要介绍一下 在之前的一个人族暗夜内战里面 人族暗夜的一个比赛里面 Shay是发挥的还算不错的是吧 至少是把0.0给搭走了 然后打了一个世纪的一个大篇 其实作为Shay这个选手的话 他在韩国的时候是属于一个 那个实力大于名气的一个选手 因为他当然是跟Focus然后还有Space打包的 他们三个人是Fanatic的一个顶梁柱 然后三个人当中呢 作为队长来说也是以Shay为主的 其实当时韩国的一些三人帮或者两人帮是这样的 像Soldio跟Ramand就是一个组合 然后Check跟Fox是一个组合 然后Link跟Who是一个组合 然后ShayFocus还有Space是一个组合 然后我感觉吧 Shay真的是属于线上跟线下 都跟他那个ID差不多的 害羞啊特别害羞的这些孩子 然后他这个暗验的话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个风格的 Shay是非常擅长一个DH跟一个游侠手法的一个选手 然后他的一个打法呢 我真的觉得Shay跟Side这两个人肯定有点关联的 因为在当年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非常坚持用游侠手法的一个打法 特别像Shay的话 他对打UD来说有一些特别特别奇葩的东西 比如说前期爆特别特别多一个AC 然后中期的时候爆小路跟UD来一个强行的换边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话偷一个矿 这套打法其实特别特别屌的 因为打我胜率还是可以的 好这边的话 HappyS不多说了 在上一把比赛里面的话是非常漂亮的 练急练了一圈 然后是回来把Shay的脸都给打肿了 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给自己一个淘宝小店打一下 我告诉我 这样我的零食店的话 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吃的零食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从来没推荐的一个叫夫妻废片 这个夫妻废片的话香辣香辣的 最关是他小包小包一口一吃爽成狗了 这没电线出来了以后的话 看来要怎么去选 这里我直接就在公平点打了 是吧 我们聊天吧 这是一个游侠的一个图 马游侠真的是作为UD来说 是非常有阴影的一个图的 其实说到打游侠的话 最关是啥 游侠是特别不怕狗的一个英雄 当游侠首发 它是扛RAC最屌的 因为在前期的时候 它的一个AC数量 比较会高于一个 那个DH和W的一个数量 前期想打出一个优势 是非常难 而且DT这个地图 地图是比较偏大的 所以你前期要去RAC 或者压制暗影的话 是更加的难了 好 现在的话 这边DK是绕了一圈以后 发现这一个位置在左下角 直接过来一看 但是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游侠练习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 反正练两个点也妥妥的 但骷髅射出来了以后的话 这边DK也是想找机会去打下 哎 这里漂亮 这一个普通机补刀 是成功补刀的一个一级怪 但是这里的话 又是一发谁抢到另外一个一级怪 这里的话 看一下HAPPY能不能来个神补刀 其实作为HAPPY来说的话 这里补刀也是赚了一点了 至少这个游侠是没有到达一个二级 正常的一个链级的一个效率来说的话 练完鱼人和这一个211以后 就刚好胜到一个二级 这里的话 HAPPY加里是直接生成一个二本 因为打这个游侠的话 在DK这个地图上 确实是前期不好 从各种知识下手 只能是跳跳科技什么的 好 来回一下大家微信里一个同学 微信里有个同学叫阿兰面包的说 Ted 为什么你的外 那个Fly的外号叫Fly 屌屌屌屌 你的外号叫Ted 短的短的 同学摸起你的良心说一下 我是短吗 请叫我Ted 这是斗好吗 虽然说平时在直播里面的话 吹B式吹的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有句话是这样的 装是铁B式钢 一天不装憋得慌 我就是属于那种人 其实以前打魔术的时候 一天到晚都是想着怎么去练习 怎么去把自己的一个经济水平提个到最高 然后是失去了很多开玩笑的东西 其实说到开玩笑的话你们都不知道 当时WE对类的时候 书总他的一个外号特别的多 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吗 这个的话应该是老观众或者老同学应该知道的 书总有一个外号叫那个百科全书 然后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刚进WE的时候 我听King啊 Sky啊也特别喜欢开书总的一个玩笑 书总又是属于一个特别特别外向的一个人 这里开他的玩笑只要不开过了都无所谓的 然后当时是怎样的 书总他是河南信仰人 然后我进队的时候 然后时代跟King就说 哎小胖你知道信仰有哪三宝吗 三宝我说信仰嘛 不是出那个毛尖嘛是吧 毛尖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说来信仰 然后King就直接给我说了啥 信仰有三宝 毛尖土鸡和书号 然后当时我 哎为什么还有书总啊 然后King就开始说 书号号称他回每次回信仰 路边的一个土鸡都会 见到他就在叫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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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都觉得特别特别一个逗的 然后这里的话 HAPPY是练完了一圈以后 颠到二级 这边是准备过去压这一波 游侠在前期的话出了八个AC 这么多的一个AC想去压的话 我觉得这难度叙事还是非常的高的 这边DK是到二的以后 有光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空间的 这边游侠差点是被打死了 如果这里是能塞他的话 这里早就是死了一万遍了 只能说这太少只能塞一下这个 什么AC 其实很多人也是不懂啊 为什么就说游侠打游地是特别好用的 然后有些同学在那个优酷地址留言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特别逗的 因为他说人家发游侠你顶多就是不能给他加血 但是呢你可以打他不是吗 但是我想说同学你这玩魔术玩了多久啊 游侠这个是黑暗系的英雄 黑暗系的英雄这个DK是没办法去塞的 这里HAPPY是打得越来越凶了 人是顶着对面的一个泉水强行准备冲一下 但是这个冲这个AC海的一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AC只需要骑射两三轮 这边的一个狗就要死一个 AC的话这边是往家里再不停的拉一下 其实这一波抓起完了以后 你明显可以感觉到 HAPPY这边是亏的更多一些的 因为他现在的话 对于AC来说就只杀了两个AC 但这一个狗的话是死的是蛮多 在中期的时候他是浪费掉了很多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你这个到三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木头还是有点缺的 家里的话只有四口来采木 这边正面开始转型一个蜘蛛和一个力气了 现在打游侠的话 我个人是蛮喜欢用那个双边区打的 因为游侠打双边区还是蛮吃力的 比如说你这个双边区里面只要有胖子跟投车 这两东西就是属于高级版的一个大级跟一个投车 是非常非常屌的 好 这边的话 现在开始用其他招牌的一个二发那家双远程 然后是直接强行当着优劣的面来开矿的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真的是属于当年所有的一个优地 赛也是用这一套打法打优地是非常非常的屌的 因为他中期的时候你说那家的一个存在 配合着一个生亡射程的一个AC 你这么去陪他也不合适 不陪他也不合适 而且嗨皮的话 这里是为了拆一个BLSJ被单游侠给射出的一本TP 在前期来说的话 真的是亏的非常非常的多 这边嗨皮是节奏是有点乱的 现在打这个暗夜的话 前期一旦亏损失比较大了以后 打起来就非常的吃力了 这的话现在是开开心心的疯狂一个那家练完了 然后主况又是把DK给打TP了 对于夏来说现在一个优势就是蛮大了 而作为嗨皮来说 现在子龙是不停的去练一下级 然后呢练级的时候 DT这个土你还不好去三门一冲 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对于一个兵力的一个补给线来说 夏明显会比嗨皮优势很多的 然后现在的话嗨皮这边也是开始加紧一下练级 其实作为嗨皮这个选手的一个风格 你要拿去五升后压的话 这是一个很不科学的一个东西的 夏那个那个嗨皮的话 他不练到这个80人口是吧 地图不练一圈 像DT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地图 不打后期怎么对得起他的一个名号 好现在的话 下一线开始收割起中间的两个大田 疯狂这里也是直接开始开罩了 一个基地加一个商店是非常稳妥的 家里的一个双BL的话 第二个BL刚才是估计是DK是拿命去拆了一个 然后双BL这里摆好了以后 可以开始晾成一个小路了 正面来说的话嗨皮现在是不慌不忙的 毕竟现在对于嗨皮来说 他看到对方是一个游戏 那个那家的一个二发 其实还是有点不慌的 其实那家二发就是保证了中期能往往全全的开一个矿 这里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UD对于嗨皮的一个理解就是说 只要给嗨皮拖到八神口 等级起来了保护起来了 就不管人家是什么的一个配置 横数都能打得下来的那种感觉 好现在的话 这个骷髅是侦察到了 这个下一的一个链级 都练到这个地图中间了 现在嗨皮也是不管那么多 继续练着这个疯狂 说到这个点的话 爆一个大蓝或者大雪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了 刚才下一那边的话 是直接爆了一个大无敌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DK练完之后爆了一个大蓝 好现在对于嗨皮来说 是有一战的一个资本了 但正面的话 下野是练几想压一下嗨皮一个点 直接把嗨皮周围的一个点练得差不多了 但是呢嗨皮现在的话 你敢练我那点都练了两个了 这一个小路的一个走位 是出卖了下野的一个练击点的一个位置 好下野的话大战准备一触即发 嗨皮也是45D的人口 正面的话AC的一个位置非常的差 这里是一个吼叫圆州 吃了以后的话你也不敢乱吼啊 正面来说的话嗨皮是打得越烂凶了 趁AC位置没摆好赶紧的插进去啊 天的话是一个一个AC的话 是直接被点没了 这一波下野的一个操作是有点乱的 因为他AC是没有提前的走进来 如果走进来的话 前排有小路跟骷髅 后排有一个AC去点的话就非常夸张了 地面上的骷髅是越打越多 还好毁灭好了 一口一吸 我去毁灭这里是直接满蓝的感性 这一波的话对于换成现在这种残局 明显嗨皮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的 因为这边两个小路的一个输出是不足以 点杀掉优帝的一个英雄 这一波的话 人外人是看罪了 说好的刚才那么凶 这一波怎么打完了以后 这个英雄的一个血量是非常的低了 这里的话 那家准备吃起一个大无敌 然后这边的话 双方兵力换是换得差不多了 对于游侠来说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能说这一波嗨皮的一个抓人 是抓的非常的精妙的 这一波的话 这里还要套出一个TP了 所以这一波打完了 应该是嗨皮来一个大转 但是呢 嗨皮是偷偷摸摸的 在这上面是开启了一个疯狂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的话 对于优帝来说就是很喜欢看到的 因为在暗夜兵力最强势的一波的时候 他把兵力给换完了 我这边是顺利开启矿了以后 双矿的优帝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 非常夸张的一个东西的 好现在的话 疯狂这边的话 刚才我还在这公平的聊天 我说这里没有一个精灵呢 按照现在来说的话 这一个疯狂的一个价值 就是拖了很多了 然后现在我跟Remanda 也是在公平各种聊天 我在催他 你高手 然后Remanda说 我菜鸟 那个 他说他菜鸟 我高手 现在韩国选手吧 更多的就是属于 拿着比较笨拙的一个拼音 这样我们喜欢说各种私密打 就在韩国的时候 我记得打比赛嘛 像 这个东西我们还是会说一点的 或是 其实在国外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一点 他们当地的一个语言的话 感觉还是非常亲切的 比如说你去什么饭馆吃东西啊 那种服务员或者老板娘 是吧 听到你说这些话 就特别特别开心的 好这里的话 我也在调戏一下 那个 谢哥也在调戏一个Remanda 就说Remanda拿ZCup 是拿了一亿欧元的一个奖金 然后我这里也在说ZCup 等于Remanda的一个自动银行机 是非常的夸张的 其实在之前呢 也是介绍过Remanda在打ZCup的时候 是所有选手里面拿ZCup 冠军最多的 然后最近的一个采访吧 我也是看到了Remanda拿了51届ZCup的一个冠军 51届啊那什么概念啊 你乘以一个7是吧 他基本上是拿了一年的一个冠军 好现在的话 Hype一波是压到风光这边 下一次直接TP回来 其实下一次一波的话 是只能靠小路 强行去换一下UD的一个兵 但是这里Hype来说的话 他不急呀 双框在手 我可以慢慢跟你玩了 你等我拖起来 双边去开铲银以后 你这边的一个小路 简直就是一个战五渣 现在的话下回来了以后 什么事都没干的 对于Hype来说的话 就等于说 利用这个光环DK和一个部队是成功的 把对方的一个部队给掉都回来了 看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Hype这边是直接还打算继续换着一个家 毕竟他现在就是目标拖一个时间的 这里我还在给那个切哥说 我下好像不知道 这边UD是开了一个双框的 然后Revinder也是 看到这一幕是一点脾气都没了 其实UD这种偷框的一个办法的话 一旦偷成功了 你让他开采个是吧 两三分钟 然后把两三分钟的一个钱 瞬间用的给爆出来了 这么多啊 下一期就是感觉 他应该是感觉双框在手 应该是属于稳得很 稳妥的 慢慢的来 慢慢的玩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吧 下一期现在是属于 二发的一个那家不是熊猫 越拖到后期 他这边的一个劣势就会越大 而对于Hype来说的话 双边学好了 现在也是准备开始爆一个人口了 人口是直接到达了一个 80的一个满人口 等会儿爆起人口来的话 UD只要到达了一个80的胖子 前面撑着 后面投车砸着 是非常的给激烈的 下一期的话 就是很想去练一些大点 但是这个点也是练的差不多了 如果走远的的话 那个Hype这边的话 也是可以继续换一个TP的 所以对于双方的一个意图来说 下一期这边是一个 精灵终于是看到了这个疯狂了 哎呀 这疯狂看到了以后的话 我觉得对于下一来说 他就有点着急了 他要急着找对方打一波 好这一波的话 下一期是直接小路准备 强行冲下这个小路的一个阵型 但是呢 两个投车在后面已经开始 砸着一个树林了 这一波的一个操作的话 我觉得下一阵型展开了 Hype还是有点不好打的 这两个投车是暴露在这个 所有的输出的一个外面 现在下一准备是强冲投车 而Hype现在的话 部队还没有成型的 这里的话双方的一个钱 还没有往往远远的变成所有的一个部队 现在双方兑换兵 这里的一个砖地是非常的漂亮的 躲掉了对方的一个致命的一个攻击 DK也是直接顺利升到一个5级了 小路的话是在后排牵完了一个车子 现在部队来说的话 U队这边还是点吃亏的 打这种 部队道多不少的一个局 其实对于爱妍来说是非常能接受的 因为爱妍这边换兵是非常的开心的 一个沉默是在把DK给沉默到了 现在的话这个5级力气被活生的给殴打之死啊 看到这一幕的话 我觉得心里凉了一半了 这可是5级力气啊 这不是那个什么 2级力气那么夸张啊 现在的话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TP是吧 这里的话直接是DKTP了以后 这边部队是剩了不少 但是二姐死了以后 我觉得这有点慌了 倩克看到这一幕的话还是非常开心的 毕竟作为暗夜同胞 现在他们是优势比较大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到 我觉得还行 死一个5级力气就死了吧 这里想冲这个疯狂的话还是有点难的 小鹿冲这一种U帝有塔的一个疯狂 是特别特别难打的 下一期是杀王5级力气以后 现在也是属于无头苍蝇的 他不知道往哪怎么打 这里两个塔在这摆着 你顶多就设一点农民 但U帝的话 这边双控赛手的U帝 这爆边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好 正面进来强行杀一个农民 有骷髅剑的话还是非常得劲的 不过现在这一波这么一打 对方的一个小鹿 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双方对换兵的话 这边DK也是不怎么虚的 但DK这里是不能死啊 DK这里血量是非常的残的 对方强行开始点这个DK DK就是一百的血不到 现在的话看一下什么操作这一波 一发三级事 直接把这个拉加给打成一个残血 所有的一个部队 在旁边偷偷摸摸的点着一个拉加 熊师走过来以后 DK又是在阴暗的小小路里面 一发三级事直接是把对方的一个 四级拉加给偷掉了 其实Happy就是属于这种的 在大人操作里面 他是一点都不乱 只要是给他一点机会 他的一个DK总能干点什么事情 这里的话一个残血DK 是直接S掉了一个熊 跟一个四级拉加 成功剩了一个六级 我觉得这一波的话 Happy利用他的一个操作 是成功的守下来了 而且现在五级力气 也是差不多复活了 双边去爆边的一个UD 是非常非常得劲儿了 现在的话这里我就觉得 三级光环的一个DK 对于部队来说就得赢说 你全部贴了一个加速远轴 是非常非常地快的 好 现在的话 Happy那个下一正面是 直接打算偷一个矿 双矿打双矿 他也是知道的 打不过呀 只能是偷袭一个三矿了 好 这一段的话 三矿被Happy拆掉了以后 我觉得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Happy这边的话 是打算把整张地图 拖到一个超大后期 现在就当着下一的一个面 我开矿 你有本事来打我是吧 然后现在的话 人们都在说 等会儿要什么吃冰龙 其实吃冰龙这个东西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梗 在当年的一个比赛里面 Happy是吃过一个满血的一个冰龙的 当时他力气为了吃一个酷炉 是吧 酷炉跟冰龙重叠了以后 当时大家都震惊了 满血的冰龙是直接被这个Happy给吃掉了 然后当时打完了以后 大家都说俄罗斯人的一个胃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现在的话 Happy是等着那个5G进去复活出来以后 准备是强行打一次 这里的话 倩格直接说啥 吃霍武是吧 其实我觉得韩国人的幽默系数还是非常的高的 我还说如果霍武看到了这个的话 绝对会杀了你的 看到没有 韩国人说正武是霍武而不是我 可以想象一下 当年的一个体型跟身材 肯定是 霍武比我圆了尾圈了 好 现在的话大量的一个部队压过来 毒胖子和投射在后面的话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部队的一个组合 现在最关系是啥 那家上不来了呀 那家要上来 这边三级的一个诺瓦直接就能交错人了 DK的一个位置是刚才注意了一下 毕竟对方在前面的那一波的时候 是利用沉默强行杀掉了这一个力气 现在的话先是拆这个疯狂 疯狂掉了以后的话 这边慢慢的来 一个诺瓦一瓦 五个精灵全部升天了 这一波是很漂亮的 直接拆掉了这个疯狂 下一招面是召极了呀 熊是各种事准备开始猛扑一下 那家复活出来了以后 准备去进攻一下这个三框 HAPPY的这个三框开的是非常的机制的 开着框 就要这个暗夜来跟我打一波决战 而现在八神口的一个优地的话 是非常恐怖的 力气一旦是有诺瓦在手的话 英雄的一个限制是非常的夸张 最关系熊现在他是没办法了 你们看我打RV2的时候也知道 RV2里面 其实暗夜出熊打UD UD天上毁灭飘着的话 这面熊根本就水站不住了 好这一波决战的话 由下一来发起一个进攻 三框的UD 你敢等他成型了 这个游戏没法玩了 一个弄话一砸 现在熊是一个一个在被点掉 HAPPY的一个毁灭 是拉框拉着操作分要拿好 对面的一个小鹿的话 这里是被各种牵扯着 刚才一发生 是直接把这个胖子的血量全部塞坏了 后排的一个投车 砸的是爽的爽歪歪 前排的一个部队的话 根本就是属于打不死了 下一时间发现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属于战术失败了 其实的话 下一站一把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战术就想着 中期开放矿以后 利用小鹿不停的跟UD换一波边 然后换到UD的一个部队 根本没办法打一个 大阵口的一个决战 利用双晃的一个经济 强行的耗掉这个UD 但是HAPPY在那一波抓链级的同时开矿 是直接把下一的所有的计划 全部是打破了 最后的一波大阵操作 简直就是个碾压 其实最亮的应该还是说 单DK守他那个疯狂的时候 是非常的逮劲了 残血的一个DK 三发C 两发C那家 一发C熊 直接是把下一站面 所有的一个进攻节奏 全部都打乱了 然后最后的话 决战就没法玩了 大家看到打这种局的时候 HAPPY是属于一个 超乎常认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数字 5G力气只有他完全没慌是吧 等着对方慢慢的来 然后等你来了以后 我再慢慢的打 反正DK只要不死 UD所有的部队 都还是有机会来翻盘的 好 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就给大家解答到这 希望大家喜欢 在结尾的同时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吃货 TED叫淘宝店 我们欢迎同学们的光临 礼物的光临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见 同学们拜拜 拜拜 大佬是TED 天下海带来的是种族荣耀队抗生产比赛 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是由HAPPY对阵对面派帅的SHAI 其实SHAI这个选手的话 我们也要介绍一下 在之前的一个人族暗夜内战里面 人族暗夜的一个比赛里面 SHAI是发挥的还算不错的是吧 至少是把0.0给搭走了 然后打了一个世纪的一个大拳 其实作为SHAI这个选手的话 他在韩国的时候是属于一个 那个实力大于明晰的选手 因为他当时跟Focus 然后还有Space打包的 他们三个人是Fanatic的一个顶梁柱 然后三个人当中呢 作为队长来说 也是以SHAI为主的 其实当时韩国的一些 三人帮或者两人帮是这样的 像Soldio跟Remind的就是一个组合 然后Check跟Full是一个组合 然后Lin跟Who是一个组合 然后SHAI、Focus 那个Focus还有Space的一个组合 然后我感觉吧 SHAI真的是属于线上跟线下 都跟他那个ID差不多的 害羞啊 特别害羞的这些孩子 然后他这个暗夜的话 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个风格的 SHAI是非常擅长一个 DH跟一个游侠手法的一个 那个选手 然后他的一个打法呢 我真的觉得SHAI跟SHAI 这两个人肯定有点关联的 因为在当年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非常坚持用游侠手法的一个打法 特别像SHAI的话他对于打UD来说 有一些特别特别奇葩的东西 比如说前期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一个AC 然后中期的时候爆小路跟UD来一个强行的换边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话 偷一个矿 这套打法其实是特别特别屌的 因为打我胜率还是可以的 好 这边的话 HAPPY也是不多说了 在上一把比赛里面的话 是非常漂亮的 练极练了一圈 然后是回来把切哥的脸都给打肿了 在比赛开始前呢 还是给自己一个淘宝小店打下五个 这样我的零食店的话 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吃的零食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从来未推荐的一个叫夫妻废片 这个夫妻废片的话 香辣香辣的 最关是他小包小包一口一吃 爽成狗了 这明天出来了以后的话 看来要怎么去选 这里我直接就在公平点打了 是吧 我们聊天吧 这是一个游侠的一个图 游侠真的是 作为UD来说 是非常有阴影的一个图的 现在说到打游侠的话 最关是他 游侠是特别不怕狗的一个英雄 当游侠首发 他是扛住而且最屌的 因为在前期的时候 他的一个AC数量 明显会高于一个 那个DH和W的一个数量 前期想打出一个优势 是非常难 而且DT这个地图 地图是比较偏大的 所以你前期要去RAC 或者压制暗夜的话 是更加的难了 好 现在的话 这边DK是绕了一圈以后 发现这一个位置 是在索下桥 直接过来一看 但是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游侠练习就是这么的 不讲道理 反正练两个俩人 妥妥的 当然 骷髅射出来了以后的话 这边DK也是想找机会去 打一下 哎 这里漂亮 只在一个普通机 补刀是成功补刀的一个一级怪 但这里的话 又是一发谁抢到另外一个一级怪 这里的话 看一下HAPPY能不能来个神补刀 其实作为HAPPY来说的话 这里补刀也是赚了一点了 至少这个游侠是没有到达一个二级 正常的一个链级的一个效率来说的话 练完鱼人和这一个211以后 就刚好升了一个二级 这里的话 HAPPY加尼斯直接升起一个二本 现在打这个游侠的话 在DK这个地图上确实是前期不好 从各种知识下走 只能是跳跃科技什么的 好 来回一下大家微信里一个同学 微信有个同学叫阿兰面包的说 Ted 为什么你的外 那个Fly的外号叫Fly 你的外号叫Ted短短短的 同学摸起你的良心说一下 我是短吗 请教我Ted都是逗好吗 虽然说平时在直播里面的话 吹B式吹的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有句话是这样的 装是铁B式钢 一天不装憋得慌 我就是属于那种人 其实以前打魔术的时候 一天到晚都是想着怎么去练习 怎么去把自己的一个经济水平提个到最高 然后是失去了很多开玩笑的东西 其实说到开玩笑的话 你们都不知道 当时W对内的时候 书总他的一个外号特别的多 你们知道有东西是这样吗 这个的话应该是老观众 或者老同学应该知道的 书总有一个外号叫那个百科全书 然后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 我刚进W的时候 我听King啊Sky啊 也特别喜欢开书总的一个玩笑 书总又是属于一个 特别特别外向的一个人 就你开他的玩笑 只要不开过了都无所谓的 然后当时是怎样呢 书总他是河南信仰人 然后我进队的时候 然后实在跟King就说 哎小胖 你知道信仰有哪三宝吗 三宝 我说信仰嘛 不是出那个毛尖嘛 是吧 毛尖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出来信仰 然后King就直接给我说了啥 信仰有三宝 毛尖土鸡和书浩 然后当时我 哎为什么还有书总啊 然后King就在这说 书浩号称 他回每次回信仰 路边的一个土鸡都会 见到他就在这叫 书浩书浩书浩 然后我都觉得特别特别一个逗的 好这里的话 嗨皮是练网了一圈以后 颠到二级 这边是准备过去压这一波 游侠在前期的话出了八个AC 这么多的一个AC 想去压的话 我觉得这难度叙事还是非常的高的 这边DK是到二的以后 有光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空间的 这边游侠差点是被打死了 如果这里是能塞他的话 这里早就是死了一万遍了 只能说这太少只能塞一下这个什么AC 现在很多人也是不懂啊 为什么就说游侠打游地是特别好用的 然后有些同学在那个优酷地址留言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特别逗的 因为他说人家发游侠你顶多就是不能给他加血 但是呢你可以打他不是吗 我想说同学你这玩魔兽玩了多久啊 游侠这个是黑暗系的英雄 黑暗系的英雄这个DK是没办法去塞的 这里HAPPY是打得越来越凶了 人是顶着对面的一个泉水强行准备冲一下 但是这个冲这个AC海的一个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AC只需要骑射两三轮 这边的一个狗就要死一个了 AC的话这边是往家里再不停的拉一下 其实这一波刷洗完了以后 你明显可以感觉到HAPPY上面是亏的更多一些的 因为他现在的话对于AC来说就只杀了两个AC 但是有一个狗的话是死的是蛮多 在中期的时候 他是浪费掉了很多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你这个到三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木头还是有点缺的 家里的话只有四个狗来采木 证明正面开始转型一个蜘蛛和一个力气了 现在打游侠的话 我个人是蛮喜欢用那个双边区打的 因为游侠打双边区还是蛮吃力的 比如说你这个双边区里面只要有胖子跟投车 这两东西就是属于高级版的一个大级跟一个投车 是非常非常屌的 好 这边的话下开始用其他招牌的一个二发那家 双远程 然后是直接强行当着U的面来开矿的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真的是属于当年所有的一个U的 赛也是用这一套打法打U的 是非常非常的屌的 因为他中期的时候你说那家的一个存在 配合着一个生完射神的一个AC 你这么去陪他也不合适 不陪他也不合适 而且嗨皮的话这里是为了猜一个BLSJ被单游侠给射出了一本TP 在前期来说的话真的是亏的非常非常的多呀 证明嗨皮是节奏是有点乱的 先打这个暗夜的话 前期一旦亏损失比较大了以后 打起来就不非常的吃力了 这的话现在是开开心心的疯狂一个那家练完了 然后主况优势把DK给打TP了 对于夏来说现在一个优势就是蛮大了 而作为嗨皮来说现在只能是不停的去练下级 然后呢练级的时候DT这个图你还不好去三分一冲 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对于一个兵力的一个补给线来说 夏来明显会比嗨皮优势很多的 好现在的话嗨皮这边也是开始加紧一下练级 其实作为嗨皮这个选手的一个风格 你要拿去50人口压的话 这是一个很不科学的一个东西的 夏那个那个嗨皮的话 他不练到这个80人口是吧 地图不练一圈 像DT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地图的话 不打后期怎么对得起他的一个名号 然后现在的话 下一线开始收割起中间的两个大点 疯狂这里也是直接开始开灶了 一个基地加一个商店是非常稳妥的 家里的一个双BL的话 第二个BL刚才是估计是DK是拿命去拆了一个 然后双BL这里摆好了以后 可以开始晾成一个小路了 正面来说的话 嗨皮现在是不慌不忙的 毕竟现在对于嗨皮来说 他看到对方是一个游戏那个 那家的一个二发其实还是有点不慌的 其实那家二发就是保证了中庆的完完全全的开一个矿 这里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优点对于嗨皮的一个理解就是说 只要给嗨皮拖到80人口 等级起来了保护起来了 就不管人家是什么的一个配置 横数都能打得下来的那种感觉 好现在的话这个库罗斯侦察到了 这个下野的一个链级都练到这个地图中间了 现在嗨皮也是不管那么多继续练着这个疯狂 通通这个点的话爆一个大蓝或者大雪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了 刚才下野那边的话是直接爆了一个大无敌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DK练完了以后爆了一个大蓝 好现在对于嗨皮来说是有一战的一个资本了 但正面的话下野是练几想压一下嗨皮一个点 直接把嗨皮周围的一个点练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嗨皮现在的话你敢练我那点都练了两个了 这一个小路的一个走位是出卖了下野的一个练几点的一个位置 好下野的话大战准备一触即发 嗨皮现在是45D的人口 正面的话AC的一个位置非常的差 这里是一个吼叫远舟 吃了以后的话你也不敢乱吼啊 正面来说的话嗨皮是打得越远凶了 趁AC位置没摆好赶紧的插进去啊 天的话是一个一个AC的话是直接被点没了 这一波下野的一个操作是有点乱的 因为他AC是没有提前的走进来 如果走进来的话前排有小路跟骷髅 后排有一个AC去点的话就非常夸张了 地面上的骷髅是越打越多 还好毁灭好了一口一吸 我去毁灭这里是直接满蓝的感性 这一波的话对于换成现在这种残局 明显嗨皮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的 因为这边两个小路的一个输出是不足以 点杀掉优地的一个英雄 这一波的话 人卖的是看罪了 说好的刚才那么凶 这一波怎么打完了以后 这个英雄的一个血量是非常的低了 这里的话 那家准备吃起一个大物敌 然后这边的话 双方兵力换是换得差不多了 对于游侠来说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能说这一波嗨皮的一个抓人是抓得非常的精妙的 这一波的话这里还要套出一个TP了 所以说这一波打完了 应该是嗨皮来一个大转 但是呢嗨皮是偷偷摸摸的 在这上面是开启了一个疯框 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的话 对于优地来说就是很喜欢看到的 因为在暗野兵力最强势的一波的时候 他把兵力给我换完了 我这边是顺利开启框了以后 双框的优地那是一个非常恐怖 非常夸张的一个东西的 好现在的话 疯狂这边的话 刚才我还在公平的聊天 我说这里没有一个精灵呢 按照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疯狂的一个价值就是拖了很多了 然后现在我跟Remanda也是在公平各种聊天 我在催他你高手 然后Remanda说我菜鸟 那个他说他菜鸟我高手 现在韩国选手吧 更多的就是属于拿着比较笨拙的一个拼音 这样我们也喜欢说各种私密的 其实在韩国的时候我记得打比赛嘛 像阿尼亚塞哟这个东西我们还是会说一点的 或是 其实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你会一点他们当地的一个语言的话 感觉还是非常亲切的 比如说你去什么饭馆吃东西啊 那种服务员或者老板娘是吧 听到你说这些话就特别特别开心的 好这里的话我也在调戏一下那个 谢可也在调戏一个Remanda 就说Remanda拿ZCup是拿了一亿欧元的一个奖金 然后我这里也在说ZCup等于Remanda一个自动银行机 是非常的夸张了 其实在之前呢也是介绍过Remanda在打ZCup的时候 是所有选手里面拿ZCup冠军最多的 然后最近的一个采访吧我也是看到了Remanda拿了51G ZCup的一个冠军51G啊那什么概念啊 你乘以一个7是吧 他基本上是拿了一年的一个冠军 好现在的话Happy一波是压到风光这边 下一次直接TP回来 其实下一次一波的话是只能靠小路 强行去换一下UD的一个兵 但是这里Happy来说的话 他不急呀 双框在手我可以慢慢跟你玩了 你等我拖起来双边去开铲银以后 你这边的一个小路简直就是一个战武渣 下回来了以后什么事都没干了 对于Happy来说的话 就等于说利用这个光环DK和一个部队是成功的 把对方的一个部队给掉都坏了 看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Happy这边是直接还打算继续换着一个家 毕竟他现在就是目标拖一个时间的 这里我还在给那个切哥说 我现在好像不知道 这边UD是开了一个双框的 然后Remanda也是看到这一波是一点脾气都没了 其实UD这种偷框的一个办法的话 一旦偷成功了 你让他开采个是吧 两三分钟然后把两三分钟的一个钱 瞬间用的给爆出来了 这波的话 下一期就是感觉 他应该是感觉双框在手 应该是属于稳得很 稳妥的慢慢的来 慢慢的玩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吧 下一期现在是属于 二发的一个那家不是熊猫 越拖到后期 他这边的一个劣势就会越大 而对于Happy来说的话 双边选好了 现在也是准备开始爆一个人口了 人口是直接到达了一个巴士的一个满人口 等会儿爆起人口来的话 UD只要到达了一个巴士的胖子前面撑着 后面投车砸着 是非常的给吉利的 下一期的话就是很想去练一些大点 但是这个点也是练的差不多了 如果走远了的话 那个Happy这边的话 也是可以继续换一个TP的 所以对于双方的一个意图来说 下一期这边是一个 精灵终于是看到了这个疯狂了 哎呀 这个疯狂看到了以后的话 我觉得对于下一来说 他就有点着急了 他要急着找对方打一波 好这一波的话 下一期是直接小路准备 强行冲一下这个小路的一个阵型 但是呢两个投车在后面 已经开始砸着一个树林了 这一波的一个操作的话 我觉得下一阵型展开了 Happy还是有点不好打的 这两个投车是暴露在这个 所有的输出的一个外面 现在下一准备是 强冲投车 而Happy现在的话 部队还没有成型的 这里的话双方的一个钱 还没有往往前面的 变成所有的一个部队 现在双方兑换兵 这里的一个砖地 是非常的漂亮的 躲掉了对方的一个 致命的一个攻击 DK也是直接 顺利升到一个5级了 小路的话 是在后排 牵完了一个车子 现在部队来说的话 U队这边还是耳吃亏的 打这种 部队道多不少的一个局 其实对于爱妍来说 是非常能接受的 因为爱妍这边 幻名是非常开心的 一个沉默 是在把DK给沉默到了 现在的话 这个5级力气 被活生的给殴打之时啊 看到这一幕的话 我觉得心里凉了一半了 这可是5级力气啊 这不是 那个什么 2级力气那么夸张啊 现在的话 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TP是吧 这里的话 直接是DKTP了以后 这边部队是剩了不少 但是 二姐死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有点慌了 倩克看到这一幕的话 还是非常开心的 毕竟作为暗夜同胞 现在 他们是优势比较大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行 11个5级力气就死了吧 这里想冲这个疯狂的还是有点难的 小鹿冲这一种UD有塔的一个疯狂 是特别特别难打的 下一期是杀王5级力气以后 现在也是属于无头苍蝇的 他不知道往哪怎么打 这里两个塔在这摆着 你顶多就设一点农民 但UD的话 这边双方赛首的UD 这爆边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好 正面进来强行杀一个农民 有骷髅剑的话 还是非常得劲的 不过现在这一波这么一打 对方的一个小鹿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双方对换兵的话 这边DK也是不怎么虚的 但DK这里是不能死啊 DK这里血量是非常的残的 对方强行开始点这个DK DK就是100的血不到 现在的话 看一下什么操作这一波 一发三级C 是直接把这个拉加给打成一个残血 所有的一个部队 是在旁边偷偷摸摸的点着一个拉加 雄狮走过来以后 DK又是 在阴暗的小角落里面 一发三级C 直接是把对方的一个 四级拉加给偷掉了 其实Happy就是属于这种的 在大人操作里面 他是一点都不乱 只要是给他一点机会 他的一个DK总能干点什么事情 这里的话 一个残血DK 是直接C掉了一个熊 跟一个四级拉加 成功剩了一个六级 我觉得这一波的话 Happy利用他的一个操作 是成功的守下来了 而且现在五级力气 也是差不多复活了 双边去爆边的一个UD 是非常的得劲了 现在的话 这里我就觉得三级光环的一个DK 对于部队来说 就等于说 你全部贴了一个加速远轴 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好 现在的话 Happy那个下一正面是 直接打算偷一个矿 双矿打双矿 他也是知道的 打不过呀 只能是偷袭一个三矿了 好 这一段的话 三矿被Happy拆掉了以后 我觉得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Happy这边的话 是打算把整张地图 拖到一个超大后期 现在就当着下一的一个面 我开矿 你有本事来打我是吧 好 现在的话 Ramond在这说 等会儿要什么吃冰龙 其实吃冰龙这个东西 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梗 在当年的一个比赛里面 Happy是吃过一个满血的一个冰龙的 当时他力气为了吃一个酷炉 是吧 酷炉跟冰龙重叠了以后 当时大家都震惊了 满血的冰龙是直接被这个Happy给吃掉了 然后当时打完了以后 大家都说俄罗斯人的一个胃口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现在的话 Happy是等着那个5G力气复活出来以后 准备是强行打一次 这里的话 倩格直接说啥 吃霍武是吧 其实我觉得 韩国人的幽默性数还是非常的高的 我还是说 如果霍武看到了这个的话 绝对会杀了你的 看到没有 韩国人说正武是霍武而不是我 可以想象一下 当年的一个体型跟身材 肯定是 是吧 霍武比我圆了为全的 好 现在的话 大量的一个部队压过来 毒胖子和投射在后面的话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部队的一个组合 现在最关系是啥 那家上不来了呀 那家要上来 这边三级的一个诺瓦 直接就能交错人了 DK的一个位置是 刚才注意了一下 毕竟对方在前面的那一波的时候 是利用沉默 强行杀掉了这一个力气 现在的话 先是拆这个疯狂 疯狂掉了以后的话 这边慢慢的来 一个诺瓦一瓦 五个精灵全部升天了 这一波是很漂亮的 直接拆掉了这个疯狂 下一阵面是招极了呀 熊是各种事准备 开始猛扑一下 那家复活出来了以后 准备去进入一下这个三框 HAPPY的这个三框 开的是非常的机智的 开着框 就要这个暗夜来 跟我打一波决战 而现在八神口的一个 UD的话是非常恐怖的 力气一旦是 有诺瓦在手的话 英雄的一个限制 是非常的夸张 最关系熊现在 他是没办法了 你们看我打RV2的时候 也知道 RV2里面 其实暗夜出熊 打UDUD天上毁灭飘着的话 这面熊根本就水站不住了 好 这一波决战的话 由下一来发起一个进攻 伤况的UD 你敢等他成型了 这个游戏没法玩了 一个弄话一砸 现在熊是一个一个在被点掉 HAPPY的一个毁灭 是拉框拉着操作分 要拿好 对面的一个小路的话 这里是被各种牵扯着 刚才一发生 是直接把这个胖子血量 全部塞坏了 后排的一个投车 砸的是爽的爽歪歪 前排的一个部队的话 根本就是属于打不死了 下一时间发现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属于战术失败了 其实的话 下一站一把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战术就想着 中期开放矿以后 利用小路不停的跟UD换一波边 然后换到UD的一个部队 根本没办法打一个 大阵口的一个决战 利用双晃的一个经济 强行的耗掉这个UD 但是HAPPY在那一波抓链级的同时开矿 是直接把下一的 所有的计划全部是打破了 最后的一波大阵操作 简直就是个碾压 其实最亮的应该还是说 单DK守他那个疯狂的时候 是非常的逮劲了 残血的一个DK 三发C 两发C那家 一发C熊 这次把下一站面 所有的一个进攻节奏 全部都打乱了 然后最后的话 决战就没法玩了 大家看到打这种局的时候 HAPPY是属于一个 超乎藏着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数字 5G力气使用 他完全没慌是吧 等着对方慢慢的来 然后等你来了以后 我再慢慢的打 反正DK只要不死 UD所有的部队 都还是有机会来翻盘的 好 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就给大家解答的事 希望大家喜欢 在解决的同时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的一个淘宝店 吃货特别点淘宝店 我们欢迎同学们的光临 里面的光临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一次见 同学们拜拜